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自称反共议事的人聚集在场外抗议 并不断以卖国贼 台独分子 攻击出席活动的党外人士 这个是中泰宾馆事件 1979年12月10号 更激烈的冲突爆发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美丽岛事件 进而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没想到如今的执政党越来越不讲理 大开民主倒车 用爱国反共来号召群众 逼迫在野者 这与威权时期有什么两样 当年党外前辈誓死与这样的政权对抗 执政党却放狗咬人 让御用媒体铺天盖地的讲第五纵队 号称有十万人 怎么没有抓到任何一个人 无耻尚不足以形容这群人 小心 当有人宣扬爱国主义 并指控对方是共产党同路人时 他不是准备干坏事 就是已经干了不可告人的坏事 作家梭罗不缴税而被捕 他高举公民不服从 绝对不是为执政者做牛马 想一想 甘愿守着政府强加给你的游戏规则 到底合不合理 我们缴税是为了能过更好的生活 如果结果刚好相反 我们还要继续缴税吗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在担任独剑这本书中说 除非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危机 否则的话 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 在和平时期 聚集在爱国主义大旗下的 不是卑鄙的政客 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我们今天来谈这一题 大家好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今天我们就来谈 为什么我认为现在的民进党执政党 非常的可耻 宪法法庭 113年宪判自第3号 关于刑法第309条第一项的规定 公然侮辱罪 是不是违反宪法第11条 保障言论自由之规定 宪法法庭虽然认为这一条条文本身并没有违反宪法 可是如何判断什么是公然侮辱于人 必须要看在评论他人的时候 说这些话的人 表面上不管有没有用粗笔的言语 或者是说斟酌之后用高级的酸话来贬义对方 而被认定为侮辱性的言论 那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目的本就是包括一个人对他人有争议的言行予以评价 被评价的人他自己本身的行为 所以不宜尽以公然侮辱罪相神 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值得党可耻呢 无耻呢 就是因为当我们走过党外的时期 有多少的民主前辈流血流汗 然后现在这一群霸蛋民进党的人呢 吃香喝辣 竟然做起了1979年的时候 当时的威权时代 当时的两讲政权所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去鼓动民众 然后利用他的御用的媒体跟打手 还有特务 还有耀卑亚 来攻击反对者 异见者 那怎么攻击呢 他用的就是 你不爱国 你是中共的同路人 你是共产党 你是台独 那时候的民主前辈 党外的前辈们 四死啊 来抗争 为什么要四死抗争 就是因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国家的民主没有前途 所以很多人可能知道美丽岛事件 可是未必知道中泰宾馆事件 中泰宾馆现在已经拆除了 中泰宾馆在哪里呢 就是现在的东方文华大饭店的同一个地址 所以中泰宾馆的继承人呢 那后来就合作 就盖了这个东方文华酒店 原来地址就在这个地方 那中泰宾馆那时候有非常贵的这种鱼翅餐厅嘛 那中泰宾馆拆了之后 东方文华就没有再有这个餐厅的存在了 就走路绿石了 打烊了 好那1979年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不过就是一个中学生 国中生 印象很清楚 就是铺天盖地的媒体在追杀 然后那时候在通气市民的 弄了一个我记得是很糟糕的一个画像 然后说他现在已经在整形了 然后所有人看到他是危险分子 通气他要全民要抓他逮捕他 那刚好那个时候呢 就是中美断交 那感觉好像整个国家 风声鹤唳的 有很多人就卖了房产之后就 跑到国外去了 但那一波如果去接手买房子的话 就刚好衔接到了台湾的经济起飞 然后台北的房价一直翻涨的时机 所以怕战争的人固然怕 但是愿意留守家园的人呢 反而可以在中间得到利益 这个很难讲 可是呢这个美意岛事件之前有多久 他创刊到底有多久 事实上美意岛杂志的创刊呢 是在1979年的9月 9月包含他举办了一个 创刊美意岛杂志创刊的酒会 那因为那时候要让大家对你有信心 所以就挑好的酒店来做这个 举办这个酒会 所以你看民营党成立党 是在哪里 在这个原山饭店 那是一个象征意义对不对 然后美意岛杂志在哪里 办创刊酒会 在中台宾馆 那个都有象征意义的 就我们现在看 回到历史的场景 回到历史的现场 这个场外全部都是带着 钢盔的这个宪兵警察 因为还在戒严嘛 那为什么他办了一个创刊的酒会而已 有什么关系呢 言论自由不是吗 宪法保障的 但是不保障你 保障的是执政党的言论自由 保障的是执政党的打手 他的御用媒体 他的特务要不要言论自由 其他人没有言论自由 所以当场其实起冲突 即使警察在里面 那这个当时就有一个所谓的疾风杂志 还有一些爱国分子 反共分子 就指着这一群 创办媒体岛杂志的这些人呢 说他们是卖国贼 说他们是台独 那 其实就是中共同物人嘛 卖国嘛 所以他们是反共啊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 那时候常常感受到就是 有很多人直觉认为 只要你讲民主法治 那你就是中共 你就是共产党 你这想法跟共产党一样 你如果没有经过共产党的统治 你就不知道现在政府有多好 就是每一次就是扎一个稻草人 然后拿天边的这个敌人 有一个很可怕的敌人在那里 然后让你认为 你现在眼前的一切已经是 极尽幸福之能事了 我们已经在伊甸园了 但偏偏就不是 他不允许你改革 好 这个过程没有多久 冲突一波又一波 9月8号才是成立酒会 才办了没有几期 就在12月的时候 就发生了更严重的冲突 美丽岛事件 接着就是美丽岛大审判 然后这些人就被关了 都判得很重 一些政治犯 好 所以这些民主前辈 都是我们所敬重的 可是曾几何时 台湾由民进党来执政 到了今天江河日下 他们也用所谓的爱国 爱台湾 反共 然后呢号召群众 来批判批评抵制 不同意见者 监督政府的人 你不会觉得说有八九分项吗 这个就是让我们鄙视现在的执政党的原因 这些人超级无耻 无耻到什么程度 拿着红旗反红旗 你们还是当时党外的时候的民进党吗 当然不是嘛 早就已经不是了 不但没有原来的精神 荡然无存 而且开的就是民主的倒车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我哪有执政权呢 吃香喝辣 每一个人都是一代比一代富有 变成家族政治了 以前你骂国民党人 现在你通通都做 青出于蓝胜于蓝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无耻的程度 柯杰平 竟然说 你笑我们青鸟 那国民党 你们这个蓝鸟飞得起来吗 请问谁的蓝鸟可以飞上天 我看过一个脱口秀 说 这个平均 我们平均的薪资 平均的所得 不管你政府说有六万还是七万 实质薪资所得 这个平均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那这个脱口秀的 的人怎么说呢 他说啊 如果以赖清德跟蔡英文 可是有用吗 一点用都没有啊 所以平均有什么用 没有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实质所得 所以柯杰平笑蓝银的蓝鸟飞不上天 那请问你的可以飞吗 没有就是没有 有什么好吹嘘的 有什么好嘲笑别人的 我们下一段进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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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定了一个时间 什么时候要处理行政院送来的复议案呢 21号 21号就要处理行政院送来的复议案 很快 到时候会不会有一场恶斗 会 因为执政党已经号召青鸟要集结了 他们也拿到路权 就在青岛东路上面 然后 然后似乎警察要用镇江街当做这个 间隔 而喜来跟饭店可能会比较辛苦 但是我觉得这个场地的安排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以镇江街为区隔的话 那绿营拿到的 这个路权 是镇江街往西边 往西边 到中山南路那边 那边没有店铺 连一家7-11都没有 镇江街口有一家7-11 那所有的餐厅吃的卖吃的 都在镇江街往航南那边 好 那那个是蓝营拿到的路权 所以当你 这个是反守 就是反击 当执政党 用号召群众 然后来侮辱羞辱攻击 这些意见者 那 那在一代的直号 蓝狼了嘛 每一个人都蓝狼了嘛 奇怪了执政党 好好的 你不属人头你非得打破人头 不属人头打破头 你不要民主要怎么样 要暴力冲突吗 可是当时 在威权时期 那时候的执政者这么做 我们为什么跟 在野的 我们为什么跟党外的这些 民主前辈 学习站在一起 我们认为民主 因然就是这样子 言论自由 我们不是不反共 我们坚决支持反共 我们支持必须要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全 所以去购买军备 发展军备 可是我们不是让你花钱 买了一些增房的器材 最后是什么 来监控人民 队内找敌人 找第五纵队 这是不允许的 而且为什么觉得可比可耻 无耻 就是因为你们是靠着 讲这些民主正义法治 言论自由 国会改革 废除监院 废除考试院 三权分立 推倒 五权宪法 你讲这个东西起家的 只有你们今天做的事情完全是背道而知 很会骗啊 然后现在继续骗 你骗不了我们这些四五六年级生了 你往下骗 你去荼毒那一些 对于法治政治毫无概念的年轻人 你没有给他好好的 思辨的教育 你是挥舞的棋子 让他们跟着你走 然后说这个叫民意 你鼓动出来三货出来的东西 然后说这个叫民意 你让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好好的理性讨论问题 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议题政治 那目的是什么 目的又是像刘小波所说的嘛 你讲的爱国主义是什么 如果是在和平的状态底下 你好好地去先动爱国主义 其实就是他怎么批判中国的 各种社会现象 其中一个就是政府用爱国主义来怎么样 三货群众 从中得利嘛 所以如果不是可比卑鄙的政客 在讲爱国主义 就是一些脑袋不清楚的 有psychi问题的 有精神状态有问题的 在喊爱国主义 你今天是有这个义族已经入侵了 然后统治着我们吗 你讲爱国主义可能还有一点点道理 你今天讲什么呢 然后只要有意见的人 要监督政府的人想要知道 你怎么用预算的人 全部都变成第五众队了 也有人在我的频道上面留言说 我们是第五众队啊 你都不知道怎么跟这些无知的人对话 那这个是谁三货出来的 竟然是执政党 执政党的不具名官员出来跟媒体讲 台湾有十万以上的第五众队 你竟然可以定性出有多少人 而且第五众队已经是间谍行为 才叫第五众队 对不对 你都这么清楚了 干嘛不抓起来 如果你一点都不知道谁是谁 你只是胡说八道 那么今天所有的在讲这个 第五众队的媒体 是不是都应该要NCE要管起来 该罚款的罚款 该调照的调照 有没有做没做 所以我们看到吴仲宪委员 在立院质询的时候 行政院长说他无言以对啊 只能吃哑巴亏啊 到底谁在讲第五众队 他们现在民进党要靠这个东西来得利 希望还可以得一些分 希望可以把少数总统掰一些回来 我认为只会将和日下 因为他已经选择要当一个少数总统了 只会越来越少数 我觉得这件事情再吵下去 会有越来越多人清醒 我们努力来做 我们努力来做 我也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不要怕跟你的家人或是朋友 或是同事起冲突 因为这个才是真正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我们所有人的长居久安 这个过程我们只是走了 1979年 当时的这些民主前辈曾经走过的路而已 而且那时候他们还需要抛头颅撒热血 被关起来 然后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所在多有 可是我们不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我们要付的代价就是 努力的去转传 要有耐心 要对于不了解的人 要用理跟他们对话 用道理来对话 我们可以来辩论 但是要心平气和 讲不过人家 就应该要服气 而不是拍案而走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标题下的重 事情已经很急迫了 那这样的一个执政党 你也不用替他操心 我们操心的是这个国家 我们不用替这个执政党操心 因为他这样子会把自己越做越小 从来没有一个操弄爱国主义的人的政权 可以长久的 都是很短命的政权 当时国民党 曾经以为他绝对不会倒对不对 没想到他倒了 就是因为他胡乱操弄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 那今天换到民进党已经江和日下穷途末路了 所以他也开始操弄起爱国主义了 然后跟着他后面走的人呢 论说能力越来越差 连太阳花时代的那一群人都比不上 这次真的是江和日下 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但是台湾这个社会是谁支撑起来的 再讲一遍 我们的企业家 我们的企业主 每一天早上 划着手机 默默的坐在捷运上去上班的人 这才是撑起这个社会真正的力量 不是那一些占用国家资源 施卫素餐 我们要的东西就是不给你 我们要的幸福不给你 毫无研究 胡乱做政策的这群政客 所以我们来看一段吴忠宪委员的质询 甚至到有官员也都出来去附和这句话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照大家所说的 台湾有十万个第五众队的这个人数 那这个不是一个荒谬的事吗 十万人你运作要多少经费啊 那部长你 院长你怎么会 就是底下的官员 有的还附和这个民事和三立的这个报导 然后他内文还写到说 所有人两岸情势的官员透露出这个 这个十万人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状况就是 要嘛你就叫我们的国安局或谁 去把这些人弄出来抓出来嘛 要嘛你就应该叫NCC去管好这些媒体 不要乱报嘛 所以你之前在当主席的时候啊 其实你也有提过一个东西啊 你就说如果这个NCC无法加强管理 就要换个人甚至改变体制 那今天发生这个状况 你说我们第五众队有什么十万人 就你底下的官员还去跟人家附和这句话 结果你人也不抓十万人 你总抓个五百人出来嘛 人也不抓 然后NCC也不管 那我实在不知道 这个跟你当初的想法怎么会差距那么远 我觉得啦 包括像NCC对王毅川 他这次提到的这个手机监控这个 NCC要做行政调查 他说这个我也完全对NCC没有任何信任度了 也不期待啦 但是我是希望一件事 如果照院长您之前当党主席的时候的说 NCC管不好那就换人甚至改变体制 那也请院长能够支持我们这次对于NCC组织法的修正 好啦那最后 请那个外交部长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 两位当初在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提过 争取听政权调查权 跟这个法环还有行责的设计 是或不是就可以 时间打算 我想内容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只是你认为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条文我大概都是跟各位的差不多 好 那还是这样 谢谢各位 吴忠祐委员 因为是外交部田次长 部长请 请不吴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些卑鄙的政客 还有颠三倒四的疯子 就在立院的议场外面 可是我相信在野党 这些立委们 他们不会随着文机起舞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占有投票权 他们有多数票 那民主嘛 既然他占有多数票 在院会里面 投票就是了 没有必要打破头 可以数人头 没有必要打破头 所以他老行窄窄就好了 坦然面对 今天 民众党黄国昌他们腰战说 来场电视辩论吧 民进党不肯啊 柯建平说什么 不要踏入敌人的陷阱 可是 民进党却到处宣讲 王毅川啊 已经在侦查中了 他还到处去爬爬灶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们约战黄国昌 黄国昌拒绝 然后下面说什么 事实是什么 可是他却用不实的内容 去三祸群众 去三祸支持者 多么可比多么可悲 这些支持者 是因为单纯的信赖你们 所以你说什么 他们都信 没有力气 可能也没有能力 去做事实查核 他们相信意见领袖 他们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才会跟着你走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用爱国 你用反共 来三祸这群人 去对于 一样要 爱护这个国家 一样反共的人 我们哪一个人不反共 就共产党来说 只要我们主张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管你支持的是中华民国派 还是台湾派 都一样 在他的眼里 你都是台独 只要你不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就认定你 是别人 是义己 就是他要打击的对象 所以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民进党跟国民党的主张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就民进党最喜欢攻击的马英九来说吧 马英九主张是中华民国 他是不承认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当然这是他的主张 这也是他自己个人的一厢情愿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三明治的媒体 喜欢把他剪成什么 好像剪成他是去 舔中 剪成 就是把他断章取义 去说 去扭曲一个人的主张 让大家厌恶他 所以我们其实最严重的就是这些可比的媒体 这些媒体跟着可比的政客 来愚弄人民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 民进党说要到处什么下乡去宣讲 对不对 结果我们看这些截图 我们看这些影片 都是三明治媒体在报导 然后很多的镜头都不敢去扫全场 他要设法拍的那个相片影片 让你觉得说哇现场好多人喔 然后好热闹喔 宣讲的太热情了 大家很开心啊 他目的是什么 他明明知道 复议案不会过 我到今天还是判断复议案不会过 他就等着啊 复议案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们就去视线啊 在视线真的出来之前 恐怕要半年 至少半年的时间吧 所以在视线结果出来之前 他继续去造谣 他继续去胡说八道 继续讲他的梦想 摘张别人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我再说一遍 你本来可以好好去定义一个 去通过一个 谁是外国代理人吗 你不通过那个法 当初你是完全执政啊 你为什么不通过那个法 你现在就有好好的法律 在行政机关的手上 在检调的手上 行政院嘛 就可以好好来抓这些匪谍啦 就可以好好定义 谁是中共代理人啊 也不做 那你现在即使想要做 在党可能不同意了 就觉得你可能要入人于罪嘛 那个比你说 我今天弄一个藐视国会罪 就是一堆人就会被判刑啊 那个事情不会存在 但是你如果乱弄一个外国代理人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你不做 你现在就随便指责人 指责人 然后掀起人民之间的对抗 你再从中获利 怎么会有人不监督执政党 去监督在野党的 当然在野党自己要检讨 国民党真的自己要检讨 为什么还是会有一群人 你不要只是说他愚昧而已 为什么这些人 还是要来监督国民党 宠爱着民进党 管他做的在错 为什么一定要监督国民党 因为转型正义真的没有走过去 国民党自己要卸下过去的包袱 再讲一遍 应该要改名为台湾国民党 你如果一定要灌一个地名的话 或者你不要灌地名 觉得自己把自己做小了 那把中国两个字拿掉 你就是国民党 你就是为了现在这块土地上的国民吗 你不会还幻想着你统治的中国个省吧 你的国民 你的这个国民两个是包括中国的所有的公民吗 当然中国没有公民 因为他是一个极权的社会 他就是死老百姓 老百姓 被统治的对象 他不是公民 他没有办法一人一票选总统 那你到底代表谁 你因为名不正言不顺 你总是给民进党修眉笨 你把这个修眉笨 釜底抽薪把它抽出来嘛 羊汤子费釜底抽薪嘛 这不就解决了吗 你都不行 你怎么可以改名字 改名字跟改姓一样 你愿意改姓吗 不是这样说嘛 中国国民党原来叫什么 叫国民党嘛 你改回最初的名字就好了 这有什么树点望族啊 别这样闹了哈 这就是刘晓波所说的 这本书啊 刘晓波所说的 担任独剑啊 他在讲当代的中国民族主义 有多么的可笑跟荒谬 这本书我觉得还蛮值得入手的 讲的蛮清楚的 当然刘晓波有刘晓波的问题 但是人家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 然后被中共关到死 死了连骨灰都很难 家属都没有办法自己做主 那他要用他的一生 走完了一条路 他希望言论自由被迫害到他为止 这当然是圆木求鱼了哈 可是我们看他的 对于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的反省 你会觉得说奇怪 这个CHATDPP啊 民进党做的这一个AI机器人 讲说民进党现在的作为 反国会改革跟中共的行为 有七八分项有八九分项 那米党很快把他下架了嘛 这是老实术对不对 这个老实的AI啊 可是不用AI说啊 我们自己也可以判断 真的是八九分项啊 而且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路数 他们的起手势 他们的方法都一样 明明我们现在是和平时期 虽然我们一直有中共的武力的威胁 那和平时期啊 股市啊对不对 房子啊房价啊房市场市场啊 我们可以自由出国旅行啊 这不是和平时期难道是战争时期吗 我们是和平时期啊 竟然有人用爱国主义 来攻击其他的人 而且是执政党民进党煽动的 如果是不是那个 他们是自发的行为 别闹了别骗了 怎么样取得入权 怎么样去叫中华电信的强迫器到现场 怎么样去下乡宣讲 这谁在做的 你有脸皮说跟你无关 全部都是民进党这些人 他们驱策的也是三明治 他们的御用媒体 这谈应要做的是媒体的改革 选制的改革 台湾的总统副总统选霸法 只要改成多轮投票 我们要选出一个绝对多数的总统 完全和线 我在前几集讲过了 我们在有宪法征修条文之前 我们的总统副总统选霸法 就是两轮投票多轮投票 一直要投到绝对多数的总统出现 我看很多人赞成这件事情 理解这个事情之后 非常赞成这件事情 唯一的考虑就是说 劳民伤财我们还要再去投一次票 你觉得我们再去投一次票 是很大的负担吗 你宁可现在大家赞成一团 然后可能会引来战争 还是我们再去投一次票 选出一个绝对多数的总统 我宁可再投一次票 那有人说不行啊 请假麻烦啊 我们的选制都是这样子 礼拜六选举 礼拜天再休息一天 你可以这么做啊 礼拜六选举 或者是说定在礼拜五为国定假日 成本由企业主吸收 礼拜五投票 然后礼拜六第二轮投票 礼拜天休息 这样子 我认为企业主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跟成本为什么 只是少一天的收入 你现在常常搞一些廉价啊 企业已经这个哀鸿遍野了 不在乎这一天了 可是多这一天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会产生一个台湾的政局可以安定 我们可以有多数总统 我相信工总商总都会同意 企业会同意 多一天这种假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在国外行之多年的这些国家 只要是两轮投票的 根本没有这种问题 为什么在台湾会有问题 所以不用担心不会有问题 现在有问题的是什么 执政党一定不要 因为民进党几次的选举 已经有多少次了 他们的执政都是少数总统 就在蔡英文的时候 因为国民党就是推出 无法跟他PK的总统候选人 然后再加上反送中 本来蔡英文的第二任 赖金泽都认为蔡英文选不上了 所以为了帕斯律政权 他要跟他出来PK 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再跟他竞争嘛 对不对 可是蔡英文求到 为什么 因为有香港的反送中 可是他吃了血馒头 当时有香港的学生 说蔡英文吃血馒头 还被攻击的体无完肤 后来出来把自己的话给撤掉了 这一样是网路的霸凌 所以有朋友在我的网路上说 频道上说 这个英粉跟磕粉程度一样差 我都没有没有 英粉我们都鉴定过了 英粉的程度最差 磕粉还可以跟你讲论述 论述未必对 但是他还愿意跟你论述 可是英粉不是 他们起手势就是笑死了 没有论述能力 骂人 说你是什么什么 中共同物人或是第五众队 他们只有这几种名词 完全没有论述能力 所以说民党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过去他们有多少论述大师 临着睡 对不对 结果现在这些人都吃了 诚实豆沙包 都讲实话 完全 对于民营党不容情 讲实话 我们应不应该进入议题政治 可以理性讨论问题 应该 这个才是我们往前迈进 然后我们应不应该监督政府 我们是纳税义务人 你花了钱我不可以监督 我监督就是因为我要把资料泄漏给中共 你这个跳跃了会不会太快 因为中共的存在 所以我们通通不要管政府怎么花钱 我们干脆回到动员开乱好了 政府可以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不是很方便吗 然后再立一个条款 不可以批评政府 批评政府就要坐牢 那我们就多点点嘛 要不要这样 你现在做法就是 一边说着民主法治 所以我不可以监控人民 事实上已经在监控了 王一川那事情怎么回事 现在第五众队 要列管一些人怎么回事 你实际上在监控了 然后只要他没有办法 投票投不赢你 哇 诉诸民粹 鼓动民众出来 然后指控攻击 意见给你不同的人 所以说民囊真的是可耻 可比 也是可耻 reporter 谢谢大家 他应该还是可以监控了 他们知道 他应该是更事 时事件 如此事件 例子 他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家梭罗的《湖边散记》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那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抗税 然后主张公民不服从 所以被捕 曾经因此而坐牢 那他的公民不服从 受到很多人的推崇跟引用 非暴力抗争 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非暴力抗争 有非暴力抗争的技巧 他的最大的一个力量就是 当他被警察扛走的时候 他不抗争 他不会说 主动的去攻击这些政府的警察 或是防暴部队 他们利用这种被扛走的 武器不对等的 这样的一个受害的形象 然后激起社会的注意以及同情 从而达到快速的凝聚民意 然后让政府执政者屈服妥协 我们如果今天纳税就是 让政府胡搞瞎搞 连监督都不可以 我们现在未必知道他犯罪 我们现在未必知道他舞弊 我们只是想要看看档案 看看资料都不可以 都要耗费这么大的一个社会资源 由总统发动 坐在什么位置发动 坐在党主席的位置上发动 他完全是在担任党主席 他不是在当全民总统 所以宪政的问乱 大家看得一清二楚了吧 所以我们不修宪怎么行呢 因为我们要凝聚共事才有办法修宪 修宪有非常大的难度 再不然在1990年代 我们就不会用跌床嫁屋的方式 在宪法的上面 搭了一个伪装建筑 做了征修条文 宪法一条都不敢动 现在应该到了整个改组 改装 让我们有一套和声的宪法 和声的大衣可以穿 我们才能够有效的监督 已经全力大到无法控制的总统 一定要落实 总统是全民总统 他不可以担任任何党派的主席 而且要退出党派 赖金德说他退出新潮流 你相信吗 你光是看新潮流在整个执政党 在整个政府 吃香喝辣所掌握的权力 那柯建民 今年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 那将来民进党的总召会是谁 据说就是新潮流的人 可能是蔡其昌 所以掌握所有政府的资源 掌握党部 掌握立法院 然后他就认为他就代表民意了 他不能代表民意的时候 他就鼓动他的铁粉支持者 煽动一些无知的群众 出来跟随他 展现力量 展现我们有多少人集结 他有预优媒体 甚至一些自媒体也跟着走 你说他们没有拿业配 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不然你怎么 你的逻辑跟你的法式 怎么会变这个样子 讲讲基本的道理 那现在连律师公会 全联会 私改会 通通怎么样都变成侧义了 跆拳会 没有出来说话 跆拳会最近对于王毅交这个事情 王毅川这个事情 不应该讲话吗 为什么应该讲话 因为这个就是跆拳会长期以来 讲的各自的保护啊 不是吗 为什么不讲话 还没研究清楚是不是 还是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列为 这个他字案了 已经在地检署了 所以不方便说话 并没有啊 有很多侦查中的案件 你也发言啊 所以我在国会的冲突的第一天我就说 我就预言 这一次的事件一定会有很多人怎么样 掉马甲 他的真面目会揭露出来 火不其然 然后跳坑 跳得最凶的 就是迷囊不分区第一名马 沈柏扬 沈柏扬现在说 全世界都要 都看不得他好 都要害他 这个有过被迫害妄想症 我们不过就你所说的事情来批判一下 来批评一下而已 来讨论一下而已 你会丢了不分区的立委的位置吗 不会啊 可是有没有其他民意党的立委跟着你走呢 也没有啊 你所讲的那些事情 民意党那些立委都不敢讲啊 不敢讲啊 连柯建民也不敢讲啊 连行政院院长也不敢讲啊 你就一个人往前冲吗 就继续冲吗 冲冲冲 看你能冲到哪里去 不要这样子 因为反正劝也劝不动啊 他真心认为 他是做的是对的事情 他真心认为 对无罪的人 他可以定性他是高风险 然后可以实施一定的监控 然后现在行政院 又要修通保法 要把我们的网路流量记录 任由警察可以调取 理由是说我要打炸 那这样有没有可能会有一组人 假借打炸 去调取 政治增防的工作 去调取大家的网路流量记录 你想不想让人家知道 你每一天都上网看哪些东西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举手说 嘿我愿意 那愿意的人要不要先公开一下 如果觉得这事情没有问题的 我真的建议米纳和立委 从立委开始好了 没有多少人 现在51个人嘛 那从米纳和立委开始 你们把你每一天手机跟家里的网路的 办公室的网路流量记录 公布给大家看看 那我们就会知道哪一些立委 整天都上色情网站 甚至有交易 或者是上赌博网站 或者赌博电玩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 然后他太太就会知道 他是不是跟哪一些人 有奇怪的密切的通联往来 连太太都不能看的东西 你要放任给行政院 可以让警察自由调取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执政党 那怎么办呢 所有事情都有对峙的方法 所以国会改革法 一定要推过头 一定要推过去 我们才有监督的机制 然后一定要修改 总统副总统选罢法 我们要产生多数的总统 能够代表多数的民意 不管这个民意是要统要独 还是要和平 这个都是多数的民意 不能有少数的民意牵着 其他人的鼻子走 这行不通的 这是民主的病态 这是病态的民主 我们下一集见 我们下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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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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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咖啡